好的,我们先继续回到比赛 今天给大家带来是正在直播的 2024年的中国职业斯诺克巡回赛 北人杯的石家庄公开赛 对阵的双方选手是贾德·特鲁姆普和马克·威廉姆斯 特鲁姆普在昨天也是连夜 从在上海夺得上海大师赛的冠军之后 拿下21万英镑的奖金之后 连夜赶到了河北石家庄 来参加这次的石家庄公开赛 也是一个表演赛 确实也是可以看出 这次表演赛也是给够了足够的出场费 要不然特鲁姆普也不会从上海连夜赶过 今天不光是特鲁姆普对阵西金斯 今天下午的两点是刚刚结束的西金斯对阵 吉米怀特的这个比赛 明天呢也将会有这个双方 今天这两场比赛的胜者呢 将在明天的这个下午三点再次展开对决 这场比赛呢 也是九局五胜制 这颗红球没有能够打 三十四 三十四 哎呦皮奥两分一斤 所以跟最后条 所以我们在昨天的这个上海大师赛中的状态确实是非常的不错 让全场的这个观众呢也是眼前一亮 好 这根 想要去切一下这个红球的薄边 但是并没有能够切到 来看一下第二竿 这个还没有问题 但是好像还是出现了失误 打的还是稍微厚了一点 直接露出了一个进攻的机会 一干厚思诺 红球直接推进之后 这干继续叫到下方的这个黑球 现在台面呢 还有六颗红球75分 刚刚还有那个计分牌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没有了 这场比赛的这场比赛的财卖呢是里安 25 现在场上没有这个计分牌 还真看不出 记不住这个双方的这个比分 33 33 28 位置 21 2 你们 自己看的 都有 21 竟然出现了失误 不过现在台面上的这个球形还是非常的复杂 马克·维莲姆斯想要单杆制胜的话难度还是比较大 看一下这根要不要 还是不太理想啊 进攻可能出现了中段 来做一根防守 不知道马叔要不要去拼一下这个最下方的这颗红球 漂亮 那么这样的话还是有机会啊 没有能够打进 但是白球的落球点 最下方的红球可以直接进攻 小特呢是89年出生 小特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世界第二 上方的红球还是可以去拼一杆 这次的比赛呢也是在河北石家庄的正顶 切了一下红球的薄鞭 连弓带手的一杆能够坐上斯诺克 没有坐上 但是呢也没有留下一个进攻的机会 这根红球终带居然出现了失误啊 看来马叔开局之后的手感并不是太好 现在台面还有两颗红球43分 想要切一下红球的薄片但是并没有切到 这杆很有可能做上一杆自由球 没有做上 但是马叔也是选择继续来让小特来重新解球 没有问题 这球打的还是非常的拼 小特这杆要不要再来切一下红球的薄片 没有能够切近 然后再处理一些红球的薄片 然后再处理一下红球的薄片 这局比赛双方打的还是非常的难受 小特并没有拿出自己在上海大师赛中的表现 可能这次的奖金不够有诱惑力 这个反角度的进攻也是没有能够打进 这杆应该是出现了失误 留给了小特一杆中远台的进攻 漂亮 但是白球的落球点并不是特别的理想 很有可能选择上方的绿球来进攻 再次出现中段 现在只能继续来做一杆防守 利用黑球做上了一杆斯诺克应该是 难道还可以看到红球的薄边 哎呦 这球打的 嗯 好像并没有漏球 这个角度看不出来 这个角度看不出来 这样的角度看不出来 小特今年的奖金 确实拿得非常的多 最近的两个赛季 也是获得了很多排名赛的冠军 这杆不光是厚斯诺 前边只可以看到红球的宝贬 来看一下马术这杆抬高杆尾 手架并不是特别的舒服 现在双方围绕着最后一颗红球展开了争夺 打的还是非常的难受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分为两个阶段 我们分为两个阶段